今天我们漫游广州栏目组来到了增城区的邓村石屋 我们的无乡石屋在保证了舒适性的同时 也保存了很好的古村落的这种风貌 在我们全国也是非常少见的一种体验的 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吧 走近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古村 第一眼看到的祠堂和碉楼都是货真价实的文物建筑 霍尔乌 龙船脊 回宿彩化 木雕石刻 门边依旧保留的猫狗洞 行走向尖 处处皆有时光沉淀下的传统之美 说起石屋炮楼 这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太唐正式增成革命老区之一 有资料记载 勘战期间曾有抗日小分队被小谷日军困在石屋炮楼内 日军用火烧 钢筋鞘等手段均无法攻破坚固的炮楼 天黑时不得不撤离 如今 炮楼还留有日军杂鞘的痕迹 现代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快 发达与便利之余 人们偶尔也想要停下来等等疲惫的灵魂 在古老乡村的静谧祥河中 暂时忘记工作学习压力 等我一下 跟我一起做两日村民吧 你们去哪里 早起磨豆浆 发现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为什么豆子不下去 为什么它这个豆子在磨到 好像现在刚刚好 我能感觉到那个豆子在磨出来了 你看 好像现在这个豆子已经真正的磨到了 你们看这个边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磨豆浆鸡要好用 日间读书写字 秀身养性 清静自然 亲身体验农耕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 亲手烤一只摇鸡 圆满吃货之心 指头压住那个鸡 就把它焖熟 就是这样 哇 好入味啊 这个鸡肉很鲜嫩的呀 一点都不柴 悠悠逛逛一天过去 夜幕降临 在百年月堂月下放烟花 灿烂意识 回忆与感情却不会 对